英國導演馬菲域肯執導的《皇家特工》系列 兩部電影合共獲得約8億2千萬美元的全球票房收入 今年導演再接再例 帶來前傳電影《皇家特工》第一任務 在最新預告可以見到 《皇家特工》第一任務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電影講述史上最殘暴的暴君 與犯罪集團主佬秘密聯手 策略一場血腥的戰爭 而為了阻止這場戰爭 皇家特工就因此誕生了 至於有份策略這場戰爭的人 Rigori Vepis在歷史上真有其人 是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的神秘主義者 Rigori Vepis年輕時是個無賴 做過偷馬賊 而他在三十多歲時 以散佈預言和施展無衣為業 而根據不少歷史記載 他曾經成功預言到俄羅斯某個地方 會在三月發生悍災 因此聲明大躁 在1905年俄羅斯發生革命之後 他被黑色白人團成員發現 並且帶到聖彼得寶 而當時俄國皇帝 是尼古拉二世皇后 他篤信神秘主義 而當時他唯一的兒子在出生後 沒多久就患上血友病 所以在1906年的時候 Rigori Vepis就來幫太子醫病 而他擅長催眠術 對皇柱的病情有穩定之效 自此就得到皇后的信任 可以自由出入皇宮 但是就埋下了沙皇被推翻的種子 由於他有皇后撐腰 令到他更加可以任意妄為 根據了解 當時連官員的任命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 於是就有很多官和貴族 因為得罪了他而遭到罷免 而且他因為成功醫治到Alexei 而被封為聖人 所以受到貴族婦女的崇拜 他曾經跟無數貴族的女子發生性行為 至於他的死都眾說紛云 有指他吃了含有清化甲的蛋糕和葡萄酒 這個劑量足以毒死五個人 但是他居然毫無反應 而在情急之下 俄國Felix親王就向他開了一槍 當大家都以為他死了時 他又突然醒了 還擺脫了眾人 跑出屋 而其他人追趕出去 向他補了三槍 最後一槍打中他的頭部 當大家將他拖回屋 他又再到醒了 最後親王以寵物襲擊他的太陽穴 但當時他還未死去 只是暈倒 最後他又將他丟到結了兵的莫伊卡河裏 將他浸死 已經法醫確認 他足足在河裏撐了8分鐘才浸死 是正常的三倍時間 但是裏面可能很多細節都是偏造 好像下毒件事 有些博人就說當時沒有人下毒 而根據他生前作出的預言 羅曼洛夫王朝 會在他死後三個月內瓦解 而他在1916年12月底被殺 第二年的3月8日 俄國就發生二月革命 羅曼洛夫王朝正式滅亡 終結了帝俄的時代 而在俄國二月革命的時候 他的屍首被劃出 運讀聖彼得寶、游街示眾和焚屍 他的性器官更加被人割除 當時令到不少人驚嘆 因為他的性器官居然長達28.5厘米 而目前他的性器官 就放在聖彼得寶的博物館展覽